民众党十九号晚间公布 2022年九合一大选第二波议员的提名名单 而传出原本民众党在台北市 采一区题一席避免分票的策略 但是台北市却有两个选区 包含了士林北投 还有大安文山都提名了两席 其中士林北投区提名了 前台北市副发言人学姐黄敬盈 还有前台北市府官传局长陈思雨 两人日前才因为党内初选 闹得沸沸扬扬 竞争激烈 两人都不愿意退让 但是最新一份党内民调传出 即使两人都参选 黄敬盈依然领先 但是两个人都渴望在当选安全名单内 而且也评估如果陈思雨的父亲 现任士林北投议员陈建民愿意不参选 也渴望把父亲的票抑注到女儿 让陈思雨的排名再往前 但民众党在士林北投区提名两席的策略 也让外界质疑是否党内协调不利